埃及法老的詛咒到底存不存在呢 相傳你只要動到了埃及法老的 臨寢就會招來死亡的詛咒 但科學家發現 在臨寢的周圍有一種特殊的神秘物質 這種物質還有高輻射的 這樣的一個含量容易讓人致死 但是奇怪了 好幾千年前的埃及人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知識呢 我跟你講 其實全世界有很多人 就沉迷於古埃及的文明裡面 所以發展出一套叫做埃及學 你知道嗎 專門就研究古文明 埃及的古文明 其實1922年那個時候 就有二十幾名科學家 這個金字塔 或者那個什麼圖坦卡門的陵墓 對他們覺得說很好奇 一直想要打開進去之後 好不容易到1922年 那時候有很多探險家 二十幾名探險家對不對 進到了這個圖坦卡門的陵墓裡面 好大大 好不容易進去對不對 總要看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對不對 寶藏之類的 找到很多寶藏是沒有錯 成果很豐碩對不對 可是這二十幾個探險家 包括醫師 科學家 很多研究的那個 那個歷史學家有沒有 進去之後出來 沒多久 慢慢慢慢幾年下來 這些人竟然得了什麼 肺炎 淋巴癌 血癌 鼓癌 分分都已經這樣子 下腸不好 對 就是人類沒有辦法 醫治的一些疾病 在當年沒有辦法 醫治的疾病有沒有 慢慢過世 大家就講說 到底這些人 在進去這個陵墓之後對不對 感染了什麼東西 當初他們就慢慢慢慢的 一直在研究對不對 後來發現說 可能是這個陵墓裡面 有很多的真菌在作怪 為什麼會有真菌 因為當初陪葬品裡面 有很多的麵包 穀物 什麼東西對不對 有可能 那幾千年下來之後 在裡面 這些真菌 威力變得越來越強大 而且後來的人 沒有辦法什麼 抵禦這些抵抗力 沒有對這個東西沒有抵抗力 所以一旦感染之後 你本身不知道對不對 可是你回家 可能在刮鬍子的 或者不小心跌倒 只要有傷口的話 就馬上感染這些傷口 就很快就導致 這些致命的東西 可是大家就覺得說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真菌 就從哪裡帶進去 是 對不對 那後來人家就從 法老的官果寺裡面 看到一個陶碑上面寫著說 誰擾亂了這位法老的安寧 死神之意降在他頭上降臨 這句真的非常有名 對 所以那個時候開始的話 全世界的人就開始說 古埃及原來裡面法老 還有所謂的法老詛咒在裡面 你打擾了他們的清幽 他們的那個身後的那個靈靜對不對 他就一定給你死的對不對 那可是慢慢慢慢大家訪問 到底是真菌還是法老的詛咒對不對 對 大家還想是要搞清楚 後來最近就有一個科學家 叫費爾羅斯有沒有 他就在給一個科學探索雜誌裡面 發表最新的研究報告 他說奇怪 他說真菌不可能讓你得癌症 對不對 包括什麼淋巴癌 血癌 骨癌這些東西 不可能就是因為真菌造成的對不對 所以他最新的研究 他所以說這些二十幾個人 進去這個法老 這個圖坦卡門的陵墓之後 為什麼會死掉 其實就是這個陵墓裡面 佈滿了一個很恐怖的東西 那叫什麼 叫做幼 怎麼有幼 大家都知道放射性元素 對 對不對 很多埃及不是 那個蘇聯不是前一些情報人員 被害死有沒有 還包括引擎封面 那時候很多法國的那個 有涉案的一些軍火傷有沒有 最後不是死亡的話 就是因為在他的座位下面 或辦公室裡面 放下放射性的幼在裡面 所以這些幼有毒氣體在 有毒物質在裡面的話 慢慢慢慢你就變成這個 輻射中毒 難怪引起很多很多的癌症對不對 而且他們研究發現說 在這個圖坦卡門的陵墓裡面 竟然拿那個探測性元素去 去那個儀器去測量的時候 發現說他的安全標準 竟然是比安全標準高10倍以上 報表 浮射報表了 那人家就覺得說 你古埃及怎麼會懂得用釉 對 等到居體服務人發明 發現釉的時候 時間差這麼多年 差了2000多年 所以人家講說這個釉 是不是跟外星人學的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一直以來 大家覺得說古埃及文明 有很多科學的話 是從外星人那邊過來的 好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再講下去 好 那我們講說 圖坦卡門的陪葬品裡面 又被發現了說兩把匕首 這兩把匕首也是有貓膩存在的 你知道有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一把匕首是黃金做的 黃金很正常 打造之後 因為黃金是軟的 你啪啪啪啪 你就可以弄出一把匕首 可是另外一把匕首 這個匕首是怎樣 竟然是鐵做的 鐵是他們懂得怎麼樣鑄鐵啊 對 而且這個鐵的話 被發現出來的時候 這個鐵的匕首 竟然沒有鏽死掉 我們講說那個鐵 如果在水分或者空氣裡面 它自然氧化對不對 是 是不是會變暖了 會掉了對不對 可是你看這個匕首亮晶晶的 有沒有 後來人家才發現說 分析裡面 竟然這個匕首成分 有鐵鎳和少數的菇 你知道嗎 而且這個菇的 鎳和菇的比例 竟然講說 這個比例的話很奇怪 依照台灣世界上現在的科技來講的話 根本沒有辦法 合成這樣完美的比例 難怪這把匕首到目前為止 沒有鏽死不會爛 這感覺像非地球之物 對 人家講說 這是除了非地球之物 當初的科技 有辦法合成這種合金嗎 對不對 後來才發現 從他們古埃及的文獻裡面 才發現說 原來你知道嗎 他們項型文字裡面 查出來說 原來他們這些鐵 製成這個匕首的鐵 來自於哪裡 天空中的金屬 他們知道說 對 原來是隕石掉下來 他知道這個隕石裡面 含有鐵骨的合金有沒有 拿這個鐵來煉的話 你就知道提煉出鐵的話 照出來的匕首 幾千年來都不會生鏽 都不會爛掉 你看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就對 古埃及的那個到底 你到底知道多少東西 你的文明到底到什麼程度 他們就開始積極的研究 對不對 後來他們從木萊伊裡面 你看我們這個圖很明顯 當初很有名的 就是木萊伊對不對 製造木萊伊的 你可以把裡面的那個什麼 內臟拿出來 取出 對 取出來的封罐之後 它就不會腐爛對不對 後來人家就發現說 這個不對 這個不是在製作木萊伊對不對 木萊伊在製作 下面雖然有一些銅罐 可是沒有那個大型的罐子 他們講說 那這個人到底在幹什麼 對 不是製作成木萊伊 難道在做手術嗎 做手術 所以人家就講說 以前的話真的 那些木萊伊 他們除了做木萊伊之外 難道還有所謂的外科手術嗎 後來他們在木萊伊上面 仔細的找有沒有 發現說 其實這些木萊伊的身上 竟然生前有做過一些手術痕跡 而且包括什麼心臟手術 器官移植甚至是整形手術 這很難想像 對 好幾千年前 所以難怪他們的木萊伊科技 可以做得這麼好 原來就是他們有高等的 那個什麼 外科手術的那些科技 好 後來他們又研究了 就覺得說 很多我們看到很多金字塔對不對 裡面內部牆壁上 有很多的雕刻跟壁畫 做得很精美 當初人家就講說 在古時候的話 他們在木萊伊裡面工作 做這些壁畫跟雕刻的時候 那照明是用什麼照明 對耶 對 他們就開始 因為他們在所有的那個木萊 那個什麼 金字塔裡面 內部的那個通道跟岩壁上面有沒有 去採集了很多東西 竟然沒有發現任何 跟燃燒過的那個燃料 廢棄物有關 後來他們就慢慢發現說 裡面真的有這種陶罐有沒有 一粒一粒的陶罐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他們就對這個感覺很好奇對不對 後來他們還是 搞不清楚這裡面是什麼 直到後來在2000年 西元2000多年的時候 他們在巴格達這個地方 找到類似的這個陶罐 保存完整的這個陶罐 後來這個陶罐才發現說 裡面裝滿了瀝青 而且上面還有一個什麼 銅棒 銅棒在中間 而且銅棒上面頂端 還有一個絕緣體 人家講說這個命名叫巴格達電子 因為後來比較完整 是在巴格達找到的對不對 人家講原來當年 他們能夠在金字塔裡面 進行一些雕刻跟壁畫的工作 就是因為這個巴格達電子 讓他們有照明的方式 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好 那現在大家就很好奇 你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外 外星文明或者高科技的東西 所以自然而然跟外星人產生聯想 對不對 後來就開始 他們就開始研究到什麼 法老的身上 那時候最有名的法老叫什麼 阿肯納頓有沒有 他們進行的那個遺骨進行研究 阿肯納頓的長相真的是很奇特 他們就覺得說 這人其實也產生很多的突變 可是一個人 短短人生才四五十年的生命而已 怎麼會產生這麼多突變 難道這是外星人的產物嗎 或者是說外星人跟地球人生下來的嗎 為什麼 他的長相他一張很長的臉 對 一般人類怎麼臉這麼長 特別瘦長 對 而且他們是講說 戴著蛇的表情 我是看不出來蛇的表情是什麼 眼神啦 對啦 好啦 反正我也搞不大清楚 更誇張的是 他的腦袋像圓圓的一顆雞蛋 那個鴕鳥蛋這樣 鴕圓形的 很大 你知道後面是很大很長對不對 後腦勺是強烈厚身對不對 而且更誇張 他鴕腔的容量 竟然是正常人類的1.5倍 很普遍 這跟人類不太相同 人家講說 照我們長相 看起來是不是很多 難道他有很多遺傳性疾病嗎 或者什麼特殊的 少見罕見疾病嗎 大家就想說 有沒有可能 是當初外星人有沒有 做人工受精 把他們做試驗 所以才會生出這樣長相奇特 跟他們很接近的長相 而且包括圖膽卡門 你看 他被發現的時候 他的頭也是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 對 整個頭也是很大 對不對 所以大家講說 真的是古埃及文明的話 難道真的是 外星人的遺址留下來了嗎 好 其實我們在看到說 從他們當初 埃及的錢幣上面 看到這個雕刻 你看到你會怕 這個跟我們現在的 外星人長相 電影裡面 很像耶 對 一模一樣 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嗎 他包括他上面的文字 跟很多圖案有沒有 對 竟然在1947年羅斯威爾 跟198年那個 Randham有沒有 Randham的那個地方 上面發現的 外星人的那個遺址上面 遺跡上面有沒有 東西看到的那個痕跡跟標誌 也是一模一樣 事隔多久啊 你在埃及古文明跟後來 1947 1980年發現的那個 飛碟飛行不明飛行物 跌落的那裡面的圖案 竟然有一樣的東西 所以人家講說 外星人從來沒有離開過台灣 地球 他一直來一直來 而且你看 俄羅斯真理報後來報導 1848年那個時候探檢 探檢隊有沒有 在古埃及的那個壁畫裡面 竟然賽帝神廟 賽帝儀式是很有名的 他那時候幫埃及 打造一個強盛的那個帝國 而且他每次戰爭無往不利 大家就想說 為什麼埃及人會這麼厲害 尤其是賽 後來才發現原來你看 有直升機 真的滿像的 有潛水艇 有飛船 你看 原來那個時候 他們就已經有這些 高科技的武器 難怪出去打仗的話 永遠打不輸 如果用這種東西 在三四千年前 你說有哪一個軍隊 能夠跟這些現代科技抗合 而且這樣根本是如有神助 從頭看到完會覺得 說好像跟外星人 真的有死亡眼鏡 對 政界 雙界 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選案 風紀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 盡情鎖定 vér訓 confidence